意念产生精气神的力量 像 很多人为什么没有力量 现在澳洲疫情期间 为什么每天都有四十个年轻人 变成严重忧郁症进医院 就是因为他们失控了 精神没有控制好 精神失去控制 就像车子没有人控制方向盘一样 精神失控最危险 只能看着它撞车 所以灵性经常来破坏你的精神 让你精神崩溃失控 为什么灵性来了 你就会精神失控 这就是它的目的 让你控制不住自己 不停造业 它把你拉向它的队伍 末法时期 佛救佛 魔拉魔 我们要坚强 心中要明白什么是佛 什么是魔 这样你就不会变成魔 因为你心中知道什么是佛 什么是魔 上香的时候 多称观世音菩萨吧 对人好就是在度佛 帮助人家成佛 成圣 根据天理 你对人家好 接下来 人家就会对你好 行善得善 行恶得恶 这是天理 谁都躲不过 记住 时刻把佛装在心中 就是把正能量装在了心中 魔就离你而去了 有的人为什么一生浩然震气 因为他心中只有佛 没有魔 明变佛魔 离岸障 明心渐性 破诸相 转凡成圣 心念间 心佛相应 心无染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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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